大家好,夏季给多肉浇水是非常关键的 一旦浇水不当呢,很容易出现黑杆化学的情况 那么后期呢,可能就只剩空盆了 今天就教大家两招可以让你的多肉在夏季渐健康康 而且入秋之后还能够顺利的恢复生长 那么是哪两招呢 第一招就是我们在每次给多肉浇水的时候 给它在水里面加上一点这个防根斧专用的厄梅林 这个厄梅林呢,它能够杀灭土壤里面的病菌 可以有效避免根斧黑杆 每次浇水的时候将它与清水呢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啊,对水稀释就可以了 第二招就是浇水的量一定不要过多 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干不了也是很容易黑斧化水的 那么我们浇水的话呢,可以用这种尖嘴壶 然后沿着盆边给它溜边这样浇一圈 这样的话呢,可以避免浇水过多 又能够保证多肉根系所需要的这个水分供给 用这两招给多肉浇水 然后呢,我们再保证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避免强光暴晒那么多肉才能够顺利的跃下 好啦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